你先回答了380元 Joy就問380元多少錢可以買入呢? 上網位和紙洩位是多少呢? 第二個就是Suki也很問的 她說她都是沒有貨的 她說可不可以趁機買入呢? 剛才你也說過中概股問題 其實也繼續在困擾市場 會不會說接下來 可能今次佩洛西訪台之後 對中概股回來香港的情況有變呢? 跟大家預期的,再會 我想其實佩洛西訪台之前 其實很多中概股都已經在部署 即是說會回來香港 或者回到內地去尋求這個上市 甚至乎可能是轉換第二上市 大家知道很多消息都說 來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 或者是同事上市的地位 其實都已經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想你說中概股、中美關係 佩洛西訪台 會令到中概股更加加快進步 這個衝勁我相信威力不太大 而對港交所 我想始終都最重要 但我都說了很多次 其實始終都看回本地的股市成交 而你看到成交始終都是比較畢弱 我剛才都說過了 始終都是缺水的 好 我們再退而求其次 就算中國的股來香港上市 這樣的情況又如何呢 其實看回今年到現在 香港的新股市場 其實表現大家都應該 心思都很麻煩的 你今年到現在我想上市 大概可以保持泡水的新股來說 應該都不出兩三成 大部分都是深潛或者在潛稅 其實新股市場其實真的挺惡搞的 所以你說真的 作成中概股來到香港 沒有帶給香港一個 港交所一個很大的憧憬來講 我也都相信就是比較難 所以你說是不是在什麼位置賣 其實看回港交所 你看到的圖來講 真的似乎去到一些資產位置 但是你看到 其實我覺得 你說真的要再很吸引你去撲進去 我覺得到現在這個位置 都未必說太穩定 可能你再看回 你下回去 可能講到300 我想看回譬如320左右上下 320多 才可以再想一下情況 那你說你真的很喜歡的 當然你少注意 現在可以試一下吸納一點 但是如果你在做一個長期的部署來說 我覺得可能是去到330元以下 開始分階段吸納了